英國藝術課程 HELLO 大家好 我是STS英國教育工程Stanley 在之前的影片我們有跟大家做一些 英國藝術課程的介紹 那麼其中呢 我們又有稍微提高藝術治療 這個跨領域的學科 有一些同學應該已經有聽過 但是對有一些同學來講 可能會比較陌生一些 主要呢也是因為在台灣 他還算是一個比較沒有受到 大家那麼多關注的一個學科 但是其实在欧美国家呢 它已经算是发展相对非常成熟的一个领域 那从这个未来的一个发展性 还有待遇方面来说呢 也是这个就业就学一个非常好的方向 那所以我们今天就要带大家来认识 到底什么是艺术治疗 那么想进入这个领域呢 你必须具备哪一些条件 以及在英国有哪一些学校 是有提供艺术治疗这一类的课程 那最后呢 我们也会带大家来看一下 如果未来你想要留在英国 从事这样子的一个工作 有哪一些的管道 还有它的薪资的一个水准是怎么样子 那对于未来呢 如果你想要从事这个 跟艺术做一个跨领域结合的一个工作 或者学习呢 这个会是你一个非常值得思考的一个路线 那么首先什么叫做艺术治疗呢 狭义上来讲 我们又可以称它叫做艺术心理治疗 那简单来讲呢 它就是透过艺术这样子的一个媒介呢 那么让有需要进行这个心理治疗的这些患者 可以透过绘画雕塑 或者等等各类型的一个艺术创作呢 来表达出他们内心的一个想法 还有他们的一个情感 那么透过这些作品呢 让艺术治疗师呢 可以去分析他们的一个行为 还有他们的一个想法 那么从而呢去给他一些诊断还有治疗 那讲到这里很多同学可能就会问啦 如果我没有这么深厚的艺术底子 或者没有这么多的美术细胞 是不是就没有办法成为艺术治疗师 或者对于患者来讲 他们是不是就没有办法进行这样子的一个治疗 那其实艺术治疗非常特别的一个地方就在于 他并不是要培养出一个技术非常成熟的艺术家 艺术在这个领域里面呢 它只是一个媒介 让患者可以透过他们的作品 来去表达他们内心的一个想法 那么来去呈现出他们内心的一个世界 然后让艺术治疗师可以透过这些作品跟媒介 作为这个跟患者表达的一个管道 还有沟通的一个桥梁 那么一般来说如果想要成为艺术治疗师 除了在专业背景方面 你必须要有艺术跟心理学 这两个相关方面的一个专业知识之外呢 那么在人格特质方面呢 也是有一定的要求 譬如说你要能非常有耐心的去倾听他人 所表达出来的一个想法 那么对于周遭的一个人事物呢 还有人的一个情绪或者情感方面呢 你必须要有一定的敏感度 那么才可以透过这些患者 所表达出来的一个内心的想法 或者他们所表现出来的一个情绪呢 来去分析他们所想要传达给外界的一个讯息 那么才能透过这些东西呢 去给这些患者相对应的治疗 另外呢 志工方面的经验也是非常必备的 尤其是如果你有从事过一些艺术相关的活动 或者是呢 在这个青少年或者老人或者身心障碍者的辅导上面呢 有一些经验 或者在心理治疗方面的一些治疗的一些经验呢 这些啊 其实都是非常加分的一个项目 接着在学历方面的要求会是比较严格的 要成为一个合格的艺术治疗师你必须要取得艺术治疗的硕士学位 那么一般来讲正规的艺术治疗硕士课程是需要两年的时间来完成 那么通常啊对于申请者的一个学习背景也是会有一定的要求 比如说你要具备这个艺术或者心理学等等相关方面的一个学士的学位才可以来提出申请 那么我想这样讲可能比较笼统一些 我们底下就带大家来看在英国几间有开设这个艺术治疗硕士课程的学校 他们对于申请者的一个要求 还有你必须提出的条件的一个状况 那么希望呢 这些东西呢能给大家一个比较清楚的概念 那么我们可以看到啊 其实在英国呢 主要有八间的一个学校是有提供艺术治疗的一个硕士课程 那么每一间学校呢 他们所提供的一个正规课程 都是需要两年的时间来完成 那么我们可以看到在学术背景方面呢 通常你必须要有这个70%以上的一个成绩 另外你必须是艺术或者设计 心理学、社会工作、护理、教育 有这方面的一个相关的一个学习的背景 你才可以来提出申请 那么同时我们可以看到 每一间学校都要求这个申请者 要提出他们的一个作品级 那另外在工作经验方面 基本上必须要有至少一年的一个全职 或者兼职工作的一个经验 那同时这些经验呢 必须是在这个社会服务或者教育 等等的这个相关的一些工作经验 才会符合学校他们的一个要求 语言能力方面呢 至少都要在雅思的6.5以上的一个成绩呢 才有符合学校他们的一个筛选的一个门槛 那么所以大致上我们可以看到 对于这个艺术治疗硕士的课程的一个申请呢 它对于申请者的一个要求 是比较严格的 那你必须要达到一定的一个学习的背景的一个要求 还有在英文方面 在成绩方面 在工作经验方面呢 都是要有一定的经验 你才可以来提出申请 那么所以如果未来 如果你有想要往这方面来走的话呢 也必须要提早的来规划 去准备学校的一个要求 那么才能顺利的来申请到这些学校 然后来从事这方面的工作 那么讲到艺术治疗的工作啊 在英国的一个就业机会呢 是非常的广泛的 那么除了我们所比较常见的在学校 在监狱或者老人院 疗养院这一类的这个机构呢 他们都会有需要艺术治疗师 这样子的一个职位之外 那么艺术治疗在英国的NHS里面呢 它是被认定的一个医疗专业 所以呢在各大的医院里面呢 提供这样子的一个服务 也是一个很常见的管道 但是在英国呢 如果你要成为艺术治疗师呢 他是必须要具备一个资格条件的 那么所以呢在从事这个工作之前呢 你必须要取得这个证照 必须取得这个专业证明之后 你才可以来职业 那么薪资一般来讲呢 从三万到四万五的英镑的一个年薪 都是很常见到的一个薪资 那么当然呢也会依照你的经验而定 那今天我们所讲的这些东西呢 希望给大家对于这个艺术治疗方面 有更进一步的一些认识 如果同学有想要多了解这个领域 或者想要跟我们聊聊的 都欢迎视讯给我们 或者跟我们约时间来咨询 那我们也会持续带给大家更多 在英国相关的一些资讯 谢谢大家 我们下次见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